海线地区的市政中心重化区横跨 无期清水两个行政区是备受瞩目的发展重点 不过有民众发现在重化区内 位在清水区的四维路二段有大量垃圾被丢弃在人行道 清洁队表示互报之后随即派员清理 同一路段发生过多次乱丢垃圾的事件 已经针对重化区加强巡查 呼吁民众如果有倒垃圾需求 可以多加利用早晚沿街清运或者是定点的垃圾车 不要贪图方便随意气质以免被处理发还 张静哲走在人行道上竟然有成堆的垃圾 让人傻眼这里是位在清水市政中心重化区的四维路上 重回现场路旁已经不见影片中的垃圾 原来清洁队在祸报后就立即派人处理 清洁队平常都有在关注那个地方的脸书社团 那昨天在看到这则讯息之后 就马上派员到现场来做一个巡查 可是现场没有看到违规的市政或行为人 那现场有停有一台车辆 研判可能是因为这样造成一个死角 所以比较容易形成脏乱点 那清洁队已经针对现场的垃圾 立即做一个清理 然后也有劝导车主尽速将车辆移开 就是这台车辆可能造成视线死角 让不肖人士萌生乱丢废弃物的想法 车上甚至也被塞满垃圾 清水清洁队表示类似的情形已经发生多次 目前有针对宠画区加强巡查取缔 并呼吁民众善用环保局垃圾车切勿以身试法 否则可处1200元至6000元的罚还 清洁队这边其实我们在白天跟晚上 都有沿线跟定点的垃圾收运 要请民众多加利用环保局的垃圾车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也有台中大车队垃圾车的一个APP可以查询 垃圾收运的时间跟地点 那也请民众一起共同享用这个环保 然后不要乱丢垃圾 清水清洁队已经有完整且方便的清运路线与模式 居民一可透过网路查询垃圾车动态 而一旁私人土地若不善尽管理责任放任环境脏乱 也将有可能被开伐 美好的生活环境不只依靠公家单位 仍需所有民众共同守护 记者赖亿银台中采访报道